深夜外头下着大雨派出所前 集结大批警力现场弥漫 归一起分 直接远警把现场黑衣人团团包围 因为这几个人来者不善 好几名都是帮派分子 陪同小弟投案 因为他当街犯下砍人案 时间回到十点多 一辆轿车飙速冲到路口 驾驶停在路边埋伏 过不到一分钟 疑似看见目标 后座同伙急忙下车 一脸凶神恶煞冲到对街 相隔不到十分钟 车辆又突然发动 驾驶连大灯都没开 油门加速一百八十度大回转 经营同伙逃离现场 对面年轻人火气就直接砍了砍去了 很疯狂警察都冲过来了 事发现场就在台北中山区 吉林路知名牛肉面店前 当街大乱动内幕不单纯 因为遭砍的对象 可是四海邦中常委号称杰董大哥 疑似做邻谷塔诈骗 却骗到竹联邦迷人会大科亲戚 一千多万 双方曾经坐下来协调 杰董当下答应还钱 没想到事后却避不见面 还搞失踪 引发对方动手惹来杀� 号称竹联邦最能打的名人会 形式作风不仅高调更凶狠 车人警方扫黑重点对象 没想到杰董因为诈骗被砍 四海邦自认理会 恶度协调答应还钱 让事件能赶快落幕 动手嫌犯虽然自行投案 当中还有人是通系犯 但警方怀疑这三人只是派来的打手 幕后操控恐怕另有其人 也将继续追查 三连区代理中 就上台北报道 无视记者问话 甚至动手遮住镜头 2018年杰董经营的公司 就曾经卷入灵谷塔诈骗案 当时负责的代数和业务 向检方表示只是单纯买卖关系 只不过受害人一个接着一个 跳出来指控揭传灵谷塔骗局 我要卖灵谷塔 所以我没有拿现金出来 把我的那个地契 那个他说接他两三天 就在地阵宿舍 他们就叫我要签什么签什么 就曾有一位老太太 花了两千万 买灵谷塔被套牢 以为可以卖个好价钱 连房子都抵押下去 却遇上黑帮诈骗 赔上棺材本 甚至还有一位企业董 一次被骗了七千多万 一张张的单子 就是灵谷塔位的名册 谎称是看厨房 企图躲避警方追查 接着装成是殡葬业者 专挑银法族下手 谎称有人要出资购买 但一次要买好几个 但民众上当会前 在骗说成套更好卖出 但其实这根本是血本无归 因为这些业务 也会用各种的手段 来去让民众觉得说 其实它真的是一个 合法的一个销售 当你觉得说 你买了更新之后 你的民众可以处理出售了吗 其实并没有 这期来到台北市中山区的 这栋大楼 就是四海邦大哥 捷董旗下经营的资产管理公司 这几年利用相同手法诈骗 没想到这回骗到了竹联邦 惹祸上升 消灭差点不保 在新闻大尾 城京凯军 红松项 徐湘云 台北采访报道 是啊